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日式柚子汁再放上顶级黑松露来个完美中西结合 而这些菜原来是两位大厨的心血结合 其中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邪屋友慈 另一位则是来自香港的高刚辉师傅 一位曾经负责过日本皇太子夫妇晚宴 另一位的厨艺则获得英国首相柴奇尔夫人 及美国前总统老顾熙称赞 两人合作的新菜可得经过一番PK 来自香港的师傅擅长海鲜料理 把新斑鱼用老母鸡高汤蹲熟 再搭配辣味红醋 柠檬汁 摆盘上更要给人震撼饗宴 另外一口日本师傅则将鲍鱼利用清酒熬煮后 放入荷叶再包裹海盐焗烤 最后再用排兰地烧灼 两位师傅PK战平奔求色 日式的话口感比较清爽 但是就是吃食材本身的原味的话 会感觉风味是很俊勇的 因为到日本有这样白虾 然后因为有时候我想用 这位我们台湾的 比如布拉肥 比如这样的讲 但到后面我们用味道新鲜的成像 我们来说 好吧不能用你的白虾 其实两位师傅亦师亦友 饭店推新菜请来中日厨师合作 也让这些菜色更有看头 三里希望您从冰冰心眼看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